眼前这个白面书生名叫赵萌生 是个高干子弟 这次他到九连这个基层部队来任职 完全就是想走个过场 以便尽快调他到更高更清闲的岗位上去 本来九连连长对他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帮助领导九连 可谁承想 这个家伙不仅没有帮忙 还找了一个小兵服侍他 洗衣服 叠被子 就连平时锻炼都得扶着他 吃饭时 其他人都高兴地吃着 他却拿着馒头饭了难 平时进口零食 吃习惯了 这个馒头是下不去口 满脸嫌弃 直接把盘里的馒头甩了出去 把他身边的老静都气得瞪圆了眼 连长注意到饭桌上的火药味 没等老静发脾气 一把拿起馒头吃了下去 这看似是在帮助指导员 实际是在保护老静 老静的性格 就像他衣服上印着的优秀射手一样 平时经常口吐莲花 挑领导的刺 因此 在排长的位置上待了五年 却一直得不到晋升的机会 要是再得罪红二代 指不定又要吃什么苦头 老静怒不可遏 不是为了出一口气 而是他知道 连长想念年迈的母亲 更担心即将分娩的妻子 本来年假早都批下来了 但就是因为之前没有指导员 他的假就一直拖着 现在是来了个指导员 可养尊处优 完全不干正事 连长不放心 只能留下 天天看着好兄弟 惆怅思念 能不厌恶那个指导员吗 老静看起来粗鲁 但私下早早给连长买了车票 为了让连长回家有点面子 还将自己的皮鞋给连长换下 连长虽然少有私心 但是和老静多年的战友情 让他接受了老静的好意 两人心中坦荡笑得十分开心 而另一边的指导员 却是愁云密布 他收到了母亲的来信 里面透露他所在的军队即将作战 他正调动关系将他调离 指导员立刻去查阅报纸 果然母亲所言非虚 战争带来的恐惧席卷了他的内心 听到一直照顾他的连长 要回家探亲 冷漠无情地说 走呗 眼看指导员的反常 连长觉得不对劲 看到指导员带回来的报纸 连长也明白了 战争恐怕即将打响 看着老静给为出生的孩子买来的衣服 连长已经决定不回了 自己肩上的责任 让他无法离开 连队需要他 国家也需要他 命令果然下来了 部队就要开拔 这是一个电话打给连长 是指导员的调令 而指导员早就得知 已经准备好行装 时刻准备调离 这时指导员临阵逃缩 对军中士气影响是何止的大 一向好脾气的连长也怒了 直接让指导员滚蛋 可是平息下怒火 又指导他作为军员的责任 行驶的列车上 战士们嘻嘻笑笑 无所畏惧 可指导员脸色苍白 像是被战火吓丢了魂 部队来到南方边境 前方战线都紧锣密鼓地 安排着作战部署 坦克汽车呼啸而过 此时一通电话打到指挥部 雷军长接起电话 一言不发 狠狠挂断电话 然后雷厉风行地走到 正在观看战争电影的战事前 军长大发雷霆 有一位神通广大的老妇人 竟然在千里之外 把电话打到我的指挥所 他来电话干什么呀 让我关照他的儿子 要我把他的儿子调回后方 把我的指挥所当作交易所了 他奶奶的走后面 竟走到我流血吸收的战场上 谁敢把后面走到战场上 我偏要他的儿子 第一个扛着炸药包 去炸药包 指导员指导 军长说的是自己 脸上羞愧难当 汗如雨下 痛苦地紧紧抓住自己的头 恨不得埋到地里去 回到营里 听到士兵们议论纷纷 他知道自己已经臭名远扬 决定不再逃避 他对权帘撂下狠话 同时连长宣布命令 提升老静 静开来为副连长 战前授封他如何不知道 这次恐怕有去无回了 静开来一脸麻木地剃着光头 一群小兵突然涌过来 让老静请客 向来爱胡闹的他 这次却是痛痛快快地给了十块钱 要知道1979年的十块钱 可是一笔巨款 可以买五粮液了 老静可不是富裕家庭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人死之前 总得阔起一次 吃顿好的 连长也一样 向来抽卷烟的他 也买了一包烟 两人一打照面 心计互相都了解 尖刀连的连长 副连长都是九死一生的命 硝烟弥漫 战火轰鸣 越南军对我军发起了强烈进攻 九连在无数枪林弹雨中 艰难地生存着 尖刀连的任务是 冲进敌人的腹部 他们必须日夜不停地赶路 即便如此还是太慢 他们只能轻装前行 这时正在看战争论的小北京 吸引了连长的注意 小北京还自豪地宣称 他的理想是成为元帅 连长嘴上说他口气大 但心里对小北京十分欣赏 路上 他们碰到了敌人 九连发动了攻击 那位曾经给指导员叠辈子的少年战士 不幸被炸断了腿 经过激烈的战斗 他们终于攻下阵地 却被眼前这幕惊呆了 敌人的攻势 竟是用我国以前援助的大米搭建的 当年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 援助了越南二百个亿 却真如老近所说养了一匹白眼狼 但是现在九连战士面临一个严峻的危机 部队已经缺水多日 有的战士都可晕过去 再这么下去就要全军覆没 听说山脚下有片甘蔗田 指导员二话不说就要去砍甘蔗 老近制止了他 这种犯错误的事 怎么能让你来做 我不信 二百个亿换不回 他几个甘蔗 老近立刻带了几个兵去砍甘蔗 甘蔗是砍到了 老近却在回来的路上踩中了地雷 等战友把他抬回来的时候 他只剩最后一口气 他说不用卫生员 只要大家赶紧吃甘蔗 指导员看着他满眼泪水 连长说不出一句话 最交心的战友就这么死在了他面前 战士们咀嚼着甘蔗 仿佛在撕咬着敌人的血肉 补充好水分后 厮杀也迅速开始 敌人有一个火力强大的碉堡 小北京扛着火箭筒 就冲到了最危险的前方 暗动扳机 竟然没有反应 又换了一发 竟然还是哑弹 正差一间 子弹击中他的胸口 连长一看 亚旦生产日期 竟是1974年产 连长换上新炮弹 终于把刁堡炸了 敌军阵地被攻下了 战士们谨慎地清扫着战场 唯独指导员初次参战不够谨慎 得意地扛起了机枪 正在骄傲之时 一声冷枪响起 千军一发之际 连长一脚踹开了他 自己却不幸中弹 连长无声地倒了下去 战士们在连长身边呼唤 可连长的军装 已被鲜血慢慢印红 昔日和蔼的面容 已然没了生机 连长死了 指导员怒急了 他命也不要了 举枪对着敌人疯狂扫射 战友救下他 眼看敌人都躲了起来 指导员拿起一堆手雷 冲向敌人的火力点 尘埃落定 山坡上全连的战士们 围绕在连长的遗体前 久久肃立 指导员活了下来 他从连长身上 找到了一份被鲜血染红的账单 清晰地记录着 他为父亲治病所借的 每一笔欠款 这就是1984年的 国产战争片 高山下的花环 他被誉为 国产战争片的巅峰之作 他好就好在真情实感 实事求是 拍出了战争的残酷 人性的光与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